定義名稱的話我有用三個方法 反正定義名稱 不外乎就是一 游標放這邊有沒有 定義名稱的話用這裡 那這個他會自動抓前面的名稱 如果前面有名稱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帶過來 所以名稱管理員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總發行股數 自動對到到這個 那 如果有八欄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Ctrl-Shift向右向下 OK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從選取範圍建立 名稱在頂端列不過特別重要 頂端列一定要選到 按確定的話他會幫你建八個 那個名稱 那配股數量表的話我習慣是把這邊點兩下 複製這個名稱 為什麼複製名稱因為你就不用打 再來這個名稱的話你就直接 在這個上面的直接 把名稱貼上 記得要按Enter因為之前有同學貼上 但是忘了按Enter移開 那個名稱 就 不會加到那個 清單裡面 所以特別之前有同學 一直問我說老師為什麼 我沒有這個名稱 因為你忘了按Enter 就是他這個Enter的動作 OK 然後稅率表也是一樣 點兩下 Ctrl-C有沒有 然後記得不要選到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以外的這個範圍 把這個名稱貼上 按Enter 這樣就OK 最後檢查一下名稱管理人 反正最後呢 就會有 應該是 2加8加2 所以12個名稱 應該沒有問題 那 定義名稱 反正這一題基本上已經把那個 定義名稱用到極致 所以 以後啦 反正這個 主要是用熟了 你大概就覺得這理所當然 但你如果用不熟 我發現有個同學好像還是 卡卡的 常常找不到功能在哪裡 主要應該是你對那個 公式裡面的這個 E 或者是這個 跟這個 好像不太熟 熟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好像 蠻好用的 尤其是 它的概念其實跟那個 關聯式資料庫 那個 概念還蠻像 關聯嘛 就是把 一些對照表 放在其他地方 將來的話呢 按F3 去引用那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通常會跟那個像微軟數啦 或index index 會互相搭配使用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用的機率是非常的高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再來分別把那些 功能加上去 你就是按照什麼 按照我們剛剛 那個 題目裡面要的啦 反正 其實 主要是題目你看完之後 照著那個方式來打 不過我這邊 我是另外再把它變 VBA VBA的話是這樣 假設你希望怎麼樣 一鍵完成所有的動作 因為剛剛都做過嘛 可是下一次呢 如果又有新的資料更新了 那更新的話你又要再來一次的話 不是挺浪費時間的嗎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鍵完成 像我們剛剛做的第一個 V6函數 第二個是 這個嘛 一串的嘛 原有股數加分配股數 然後 這些 那如果說你希望把它變成 一鍵完成的話 誒 乘式該如何撰寫 有沒有印象呢 我們前面好像也寫過 就是 其實 這個地方喔 我並不是 把 計算完的結果丟進來 其實我丟的只有丟什麼 丟公式而已喔 OK 就是把什麼 把公式丟到什麼 指定的儲存歌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丟進來的通通都是公式而已 OK 那乘式該如何撰寫 1 其實跑個回圈嘛 這個程式的話呢 跟之前講過的一樣 For i 等於第四列 到最下面一列 NAS 中間的話呢 就是 D欄裡面 i列的D欄 放什麼呢 等於 就是雙引號 中間呢 就放你剛剛的那個公式就可以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不是有這幾個公式 那做完之後 請你把這幾個公式呢 先把它複製到別的地方 可能記事本裡面 等一下可以用 比如說呢 我們 做完的資料 我是把它放到 那個 這邊好了 原來有公式 12345 先把它複製起來 對不對 那複製起來之後雲台上也有啦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這邊還有一個箭頭 有一堆 你可以參考這邊 定義好名稱 然後再做 做完之後呢 如果你要把它變一鍵完成的話 1 先把公式先複製 總共會有 5個欄位 所以會有5段 5段公式 2的話呢 寫一個VBA 那VBA的話呢 直接開發人員裡面 Visual Basic 跳出來對不對 那你可以先寫清楚 清楚應該比較簡單嘛 For I 等於 第四列 到 最下面一列 這個應該寫了很多遍了 應該N遍了 寫了 所以這個 很怕 你如果對這不熟的同學 回去 可能要多打個幾遍 NAS 那把 D欄 一直到H欄的東西 全部 輸出成什麼 空白 這就空 特別是 沒事請你不要在這裡面 加一個空白 他不是在裡面加空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有同學就是 感覺好像裡面沒有空白就怪怪的 其實真的不要加 因為你加個空白 他就變成裡面有一個空白 就不是空的 這個叫空字串 OK 兩個不一樣喔 如果你給他一個空白 裡面就不是空的 有一個空白 空白呢 在 Essal裡面就當成裡面有資料 有資料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 好 那我把它執行 所以 執行的話呢 按F F8好了 主航來跑 他會先 把第四列的資料 有沒有 他一個一個清 有沒有 一個個清除 NAS 下一列 就是5 有沒有 不過 其實這個 這個清除的方式啊 當然 不夠有效率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Sale 一個Sale的清除 如果說你要比較有效率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Range Range的話 不過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也許你可以想想看 前面好像有想過了 那全部把它清掉 那再來的話就是計算 計算的話呢 其實 我是把 清除的這一段程式 Ctrl C 貼到底下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改成計算 名稱改一下 其他都一樣 只是這邊 第一個 D欄的話 總共有12345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不是已經把公式 12345 都複製出來了 當然這個可能要自己複製 或者拿雲端來用 第一段是這個 所以請你把第一段公式 Ctrl C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有沒有 就是分配股數 貼上 那我前面講過 你要輸出公式的話 會有兩個可能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是什麼 還記得吧 前面有講過 OK 有印象嗎 如果忘記的話 應該在 第一次上課就有了 第二次上課 好像很多 好幾次 第一個是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那要變兩個 不過剛好因為你都變名稱的話 有個好處 名稱裡面幾乎不會有雙引號 用名稱喔 這個好處 第二個如果裡面有列號 列號是第四列開始 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 我講過啦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再加個I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然後把AND 前後加空白 這個講過啦 為什麼我的邏輯也講過了 所以如果你忘記了 請你回頭看前面的影片吧 我好像講了好幾次了 這樣的話第一步就完了 我們來執行 先執行第一個 有沒有發現 OK了 其他的都一樣 所以呢 再來的話就是 原有股數 不過這個名稱的好處 如果你要輸出 用名稱跟這個搭配是最好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貼上之後 這個完全不用改 就OK了 所以 輸出公式喔 如果你是跟定義名稱搭配 是 最好的 一種組合 因為如果你不是用名稱的話 你會發現很頭痛 一堆東西 一堆飯 然後還有一堆雙引號 一堆改那些東西 你就改了頭痛了 但是你定義好名稱之後 直接輸出公式 這是最好的策略 所以這個順便講一下 這個我想 一鍵完成輸出 以後 一鍵完 把報表輸出 就越來越近了 裡面其實沒做什麼 先把公式做好 丟進去 執行就OK了 後面一樣 第二 再來就是 第三 意識類推 這邊也有 一樣 應該 這個 這個地方好像也不用改 所以這個的話呢 直接把這一段 直接貼上 OK貼到這邊 這邊多一個雙引號 把它拿掉 原油股數 這邊執行 看他一下 這樣 其實你如果做一個之後 把它執行 看看 沒 沒錯 然後再來一次 你如果做一個 直接推 所以這邊的話分別把 這些一個一個把它輸出之後 那答案就完成了 基本上這個 這個要改 這個不用 這個應該不用改 這個直接就輸出 因為上面沒有 沒有那個利號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 這個裡面有個 居室 所以就把 居室的 把它改成i就可以 那如果你前面改過的話 你其實 比較聰明的做法 把這邊改過的 有沒有 雙引號到雙引號 Ctrl C 把它在4的地方蓋過 這樣有沒有很快 OK 你就不用再做啦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你就練習啦 雙引號 一到中間 and and 一到中間再加個i 然後 前後空白 好 做完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 最後的結果 清除 有沒有一鍵完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利用什麼呢 利用直接輸出公式 這個是最簡單的 所以如果你以後呢 就是只是想 快速的把 這 就是結果丟到 出成歌裡面 當然有些 程式你不太會寫 不沒關係 可以用什麼 用Excel裡面 有的函數 來幫你解決問題 但是這個方式的話 還是有一點缺點 就是說 他其實基本上 還是利用 Excel裡面的函數 不是真的用 VBA裡面的函數 不過如果你要改寫啦 當然也是要花一點時間 可不可以用VBA全部改寫 可以 可是 會花比較多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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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